位于信义区的景秦二号公园 风景宽阔绿意奔放 还可以看到101大楼 不过它还有另一项功能 当地震灾害来临时 就成为防灾避难所 提供需要的民众住宿 领物资 咨询等服务 其实公园就是要越多功能越好 对对对 那其实这也是我在跟李明 大家在交流的时候 大家也期许我 我们这边可以朝这个方向迈进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还是主要以空旷 然后像我们看到后面那些草皮的地方 其实平常也有很多民众 他们会在那边运动 带小朋友在那边散步之类的 对那其实这周边的李明 应该说民众啦 对大家其实都是还蛮喜欢来这边 因为最主要我们工单位 把这边维护得相当的干净 垃圾真的是蛮少的 对这边垃圾真的是蛮少 那来这边的话 因为目前还是可以看得到101啦 对所以大家蛮喜欢来这边 这个景秦公园它在设计的时候 它完全是以防灾的理念在设计这整个环境的规划 当我们有很多的灾民进到防灾公园的时候 我们的生理需求是往往是第一个需要解决的 那所以在这个防灾公园 它其实设计了一些案管 当这边需要进行开设的时候 它马上就可以直接变成很简易的一个位浴空间 或是卫浴的马桶 那这个都是从日本的经验所学习过来的 那同时呢 在这个景秦二号公园它也有很特别的 它这边的电力系统还有它的广播系统 都是已经以防灾的思维角度去出发去做设计 那所以在开设的过程当中可以快速 而且满足灾民基本的需求 新医区原有松德公园作为首个防灾公园 近日将此地开辟为第二个备原防灾公园 拥有得天独厚的场地与完善的污水道设备 去公所日前也邀集里长林里应变小组实施演练 宣导防灾教育 我们希望有这么多的一个资源 主要是因为现在天候变化非常的多 我们希望呢 这个社区对于防灾意识以及防灾应变上面 可以更加的充裕 所以今天呢特别来办理这样的演练 希望社区的民众对于防灾的意识 能够更加的提升 临时墨浴区 五子林区 辅聚租借区 用餐区 甚至还有心灵辅导区 也应应新冠肺炎防疫设有隔离区 提供民众充足安全且完善的避难收容处 也在一次次的演练宣导下 培养出最佳的防灾应变能力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